若A為M乘N的矩陣 那麼A的銳衡一定是 M或N等於 M比較小的那一個 對不對 一定是小於等於 M跟N比較小的那一個 這剛剛在這邊就看到這個性子 看一下 三層的矩陣 它的銳衡一定是小於等於2 比較小的那一個 3在2比較小 2比較小 所以它的銳衡一定是小於等於2 不可能 大於2 對嗎 不可能是3 一定是2 看你比較小的那一個數 這一樣3乘4的矩陣 它的銳衡一定是 比較小的 3比較小 一定小於等於3 可能是3 2 好 所以這一個呢 是瑞克的 第二個性子 好 來 接著我們再來看 下一個 這個就比較 有趣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AB兩個矩陣相乘 它的 它的Rake一定也是小於等於 一定小於等於 A的Rake或者B的Rake 比較小的那一個數字 這個倒是可以 它沒有提供我們可以驗證看看 好 好 好 A跟B兩個矩陣相乘的Rake 所以先了解一下 好 來 第四個 第四個 轉字矩陣 好 轉字矩陣 A的轉字矩陣 的Rake 跟沒有轉字的 A的Rake 應該要相等 對不對 好 所以我才會說 我們剛剛 那頂這邊講 你用航去判斷跟列去判斷 其實應該是要一樣 好 其實也要一樣 因為 它的轉字 跟不轉字 其實結果應該要一樣 好 接著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性子 好 最後一個性子比較特別 好 拿起來那邊 那邊好了 好 如果 A為非其矩陣 剛剛有講 A不等於0 A為非其矩 好 就這一個 好 那麼 而且 A乘B等於C A A是一個非其矩陣 A乘B等於C 代表 A可以把它用 反矩陣 把它處理過去 好 好 那處理過去之後呢 他這邊 B跟C的 好 B跟C的Rank 應該要相等 好 這也可以驗證 好 好 B跟C的Rank 也要相等 也要相等 這個可以驗證 這個可以怎麼驗證 用 矩陣的乘法去驗證 矩陣的乘法 好 來 怎麼驗證 給我用 哪些時間 大概證明給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 看就好 瞭解一下 好 譬如說 A是一個 A B等於C 好 A是一個